乐山前围发生4.3级地震 四川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工作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10月18日083时7分 在四川乐山市前围县发生4.3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at四川省地震局微博消息 地震发生后 四川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工作 连线中国地震局汇报情况 并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进行联合会商 镇中距前围县6公里 距五通桥区21公里 距牧川县34公里 距市中区38公里 距沙湾区43公里 距乐山市38公里 距成都市155公里 此外 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烂田坡 从林村 黑林山 瓦窑坝 沙坝村 平水澳 滩子河 原家坝 康乐村 中活村 20公里内的乡镇有郁金镇 定文镇 石溪镇 金塑镇 寿宝镇 清溪镇 龙孔镇 八沟镇 孝国镇 西坝镇 西坡镇